我跟他也伴手脸 陈宝明伴手脸 这陈宝明呢 也是河北湾县人 他父亲呢 叫陈光 陈光跟那个 一五十副十三 叫一个名叫陈光 当时是 好像是国家物资部 下面一个哪个局的局长 他那个局 物资部那局啊 跟其他局还不一样 他原来都是各个总公司 好像是木材公司 全国木材分的木材公司 对上面也叫局 对外叫总公司 所以他那个局长啊 有称陈局长的 有称陈老总的 因为总公司的政经理 被称老总 副经理他称副总 所以就称陈老总 这陈宝明呢 五零年生人 孰虎 他小名叫小虎 陈小虎 这时候大家都知道 国家命令陈毅 陈老总 是一个风云人物 大家经常 拿他说事 经常编写 他跟私人帮啊 做斗争的一些故事 鼓舞人心 而且呢 陈毅老总啊 有一个儿子 前两天 前几年去世 大家都知道 陈小鲁 山东的鲁 可是呢 老百姓啊 以讹传讹 都说成了陈小虎 陈小虎 而陈宝明的小名呢 也叫陈小虎 他爸爸呢 也叫陈老总 所以有时候经常呢 一说起来啊 陈宝明有时候开玩笑 跟他那儿逗 笑耳不达 笑咪咪的 也不说 也不否认 他笑耳不达 所以好多外地人 不了解情况 他爸陈毅 他爸陈老总 他就是陈小虎 当时 也流传大量的 陈小虎的故事 都把他说成陈小虎了 所以就形成了 这么一个误区 那天呢 这个 这谁啊 陈宝明 带着俩人 跟俩个 一个叫 这个 我也是半熟俩 我认识 一个叫袁亚洲 一个叫袁启常 他父亲谁啊 是当时 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 袁赛云 袁副局长的两个儿子 他们仨在那 一看我来了 得了 一块来来来 一块一块 陈宝明 那挺大 来来来 我请 我今儿请赵苏苏 他用不着 你请 赵苏苏是我们 完信老先生 他说我来 我来 就那 我们就 喝上酸奶了 正这么会儿功夫 你说 当不当 秧不秧 就这么会儿功夫 过来两个女的 在马路上 骑自车车过来 打过来眼睛全直了 为什么呢 这俩女孩太大眼了 穿着什么呢 穿着一身 当时叫国防绿 就那个 原来咱们军队不都是 黄军装吗 文革以后 逐渐改六五式军装 都把它变成绿色的 当时那个绿呢 叫国防绿 还有叫蛤蟆绿的 还有叫暴绿的 反正特别绿 那种颜色 穿着一身 每人戴着一顶 绿军帽 那时候刚开始 那军帽不分男女 以后再分 五眼儿的那种女帽 刚开始都是这种帽子 这俩女孩啊 都骑着什么呢 二六 那时候讲究 二六透明期的 谢尔达色 凤凰的 讲究二六凤凰 昆车 女车 那个梁是斜着的 是吧 哎 头上啊 全是两个大刷子 那时候 讲究书俩 大刷子辫子 啊 呃 脚底蹬着什么呢 就是那样 重复泥面的 黑的啊 呃 黑 布边的 白塑料底的 中筋口 布鞋 蓝鞋 里头蓝丝袜 当时他们讲话 那叫什么呢 大仨秘 这俩大仨秘 从这一过大 我认诸 这不是P2V吗 因为他们家啊 他父亲原来在统战部 统战部当时就在西单那 是吧 哎 这个P2V 他真名叫平燕尼 啊 平燕尼 外号叫P2V 跟他一块那个叫王大红 啊 俩人都戴个金帽啊 从那一锅 这时候啊 陈宝民啊 就来 哎 吹他俩妈帽子去 让他来找咱们 咱们就磕上他了 咱们咱们地 就算认识他了 找个游子 哎 这时候呢 这个袁启常啊 跟这个袁亚洲 行行走 我这 然后呢 陈宝民带着他们俩 就过去了 哎 过去就把这帽子给人抢了 俩女孩哪抢过他们呢 然后 陈宝民一乐 哎 我二姑俩 到店舖大楼门口 等着 我还你啊 我叫陈宝民 旁边啊 当时 当时啊 没听听 你叫什么 旁边的袁启 陈阳虎 啊 谁 陈老总家的 对啊 陈老总家的 这一伞 这俩女孩 正这么会儿功夫 正这么会儿功夫 一个交警过来了 哎 看见警察来了 这片尾跟这个 王大红来了张诚了 警察说 咱们叫我帽子 咱们咱们这一说 这警察啊 姓梁 叫梁玉洞 一看 哎呀 这么传达 要打击这个 抢这帽子 风潮的 这他们的县城 咚咚咚咚咚 虽然我是交通警 也崩 不由分说 哎 这个 陈宝民 陈小虎啊 跟这个 元启塘 元亚洲啊 就往这个 那小店铺跑 我跟这个赵叔叔 也在那站着 再打好 梁玉洞过来 不由分说啊 保姆姐 全给叫个一边 走走走走 就给我们带到 西单派出所的 那时候跑 也不敢跑啊 就给我们带到派出所去了 派出所呀 当时的所长 是刘洪斌 当场那个民警啊 老范 范东祥 内勤是高志民 梁玉洞就过 哎呦 刘所长在这呢 几个坏小子 抢人军帽 啊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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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就给我们叫进来 叫进来之后 就往那一坐 啊 坐完了就 这个范东祥 那是独审 都叫什么呀 这时候 为首的是陈宝民 陈小虎啊 这个 元亚洲就说了 直接陈宝民 他叫陈小虎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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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你爸是谁呀 他爸是陈老总啊 啊 坐坐坐 坐坐 喝水吗 倒点水 你呢 我叫袁亚洲 那是我弟弟 袁启长 你爸是谁呀 我爸袁泛昀 哦 市局袁局长吗 啊 是啊 坐坐坐 又问赵苏苏 又问赵苏苏 你叫什么呀 我叫赵苏苏 你爸谁呀 我爸赵登莹 干什么呢 议议学院老师 站着 你爸站进去 得 赵苏和尚站进去 又问我 你叫什么呀 我说我叫苏振生 你爸干什么的 我爸呀 我爸吉林省白城的八十处的主任 什么 白城在哪 什么叫白城的 我说那是个地名 地名啊 八十处 也就街道八十处主任呗 去 让站着去 让我站一边去了 然后就跟我们说 点着我跟赵苏苏的名 瞧你们这俩坏小子 手掌的孩子 奔奔纷纷的革命接班人 全让你们给带坏了 没得说 以后啊 跟这陈宝民 跟这元启茶们 这里面都说 以后跟这帮坏孩子远点 继承革命传统 将来好接革命的班 走吧 走吧 走 给我跟赵苏苏弄哪去呢 当时一句行话叫下了刘海呢 什么叫下了刘海呢 西城呢 有个胡同叫刘海胡同 当时看守所在那个胡同里边 拘留所 在西城地区犯了案子的 基本上临时压在那 叫下刘海 你像市局的看守所 当时在哪呢 在炮局胡同 在涨一级的就下了炮局了 再重点的 哪呢 陶然平自新路44号 当时 摆住水坡就下了 我们下注 上海的水坡就下了 下注射水坡就下了